神秘的Delta波 Delta波、Delta脑波 是频率0.5到3.99赫兹的脑波 在我们熟睡时才活跃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熟睡 对外界的声音、光线等几乎没有反应 Delta波是频率最低的脑波 1.Delta波的区域 Delta波在丘脑和大脑皮层都检测到 研究发现 是交叉上和有调节Delta波的功能 是交叉上和是哺乳动物的内源性生物中 其表面存在高清合力MT受体 熟睡时 用脑的Delta波比较活跃 2.Delta脑波与有益荷尔蒙 对人体有益的荷尔蒙 如生长荷尔蒙GHRH 催乳素等 都是在脑波处于Delta状态下分泌的 新生婴儿的脑波 大部分时间在Delta状态 这是婴儿整天都要睡觉的原因 研究显示 把爱哭的婴儿放在Delta波频率环境下 就不哭了 3.Delta波干扰 老年失智 思觉失调症患者有Delta波受干扰的现象 脑去血患者也出现这种Delta脑波干扰 帕金森症患者身上也检测到Delta波干扰 这些患者的Delta波受干扰的意思是指Delta波不稳定 例如Delta波会突然消失或变成其他频率的脑波 科学家还无法解释为什么Delta波会受到干扰 4.Delta波紊乱与疾病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 安妮布莱安松 马约莱特教授团队发现 Delta波异常 会导致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 酗酒人士睡眠时较少出现Delta波 焦虑 忧郁症和自闭症患者的Delta波也出现异常 5.Delta波与微和糖核酸 目前Delta波紊乱的原因还没有找到 但华盛顿州立大学 拜维斯教授团队在白鼠上做了一个实验 发现微和糖核酸138能剥夺白鼠睡眠 他们将进一步研究与Delta波的关系 6.加强Delta波的音乐解决方案 增强Delta波 提高熟睡深度睡眠质量的音乐解决方案是 睡觉时听频差为3Hz的脉动双耳节拍 用喇叭播放成单音节拍 因为熟睡后 耳机不好紧贴我们的双耳 单音节拍不能实现低于3Hz的频率 感谢观看 愿音乐带给你健康